我是一個人參長的那個Maker 然後我的那個主題就是主要就是影片來做我的我的Cosplay裝家 我是藍藍老師 然後就是我有創作一系列有趣的作品 然後希望解決我曾經教不到女朋友的問題 然後我是火箭隊的隊長 黃俊逸 我們在做的是台灣的第一個教育火箭的品牌 然後魔性火箭在美國那邊已經心之有年了 所以我就打算要提供這些資源 然後來幫助這些台灣的魔性火箭玩家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藍藍老師 我目前帶了一些我在YouTube上面 就是有拍過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東西 要讓學生知道說我學這些技術 這些東西到底可以用來做在什麼樣的應用上面 我們是可以換歌的音樂盒 因為一般的音樂盒的話 轉完一圈之後就15秒過去就重複了 但是我們的話因為滾筒是可以程式化控制的 所以他就可以把自己的歌放進去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展示的是一個 互動的投影光雕的一個技術這樣 一些積木之間的互動都可以用投影來達成 這個呢就是我們開發的開源的NAS方案 我們把它做成更容易自己DIY 更容易做的一台版本 大概一千多就可以自己做一台這樣子的NAS 我是日本人不好意思 TATUBE的就好 TATUBE TATUBE 城市教育 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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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的 這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設計的空氣清淨機 它是用口罩來過濾這個空氣 我在開發橡皮筋動力的仿生鳥 就是模仿所有的會飛的動物啊 蚊蟲啊把它做出來 它是粗紋製造機 然後戴在頭上呢 就可以直接跟自己做貼紋的動作 然後就可以獲得粗紋這樣 如果交到女朋友之後就會被問說 女朋友跟媽媽釣進海裡要救誰 那它有點像釣魚遊戲機的概念 就拿了這個釣竿 然後就可以下去救你想救的人 那比如說你救女友起來之後 你可能就會被媽媽罵 現在目前就是我自己在做YouTube 所以我其實用很多的一些工具設備 然後來做出我想要的一些效果 然後有時候我會自己改裝一些機器 像比如說這個東西 我是用三定義錶機去改裝 對 然後讓它可以在上面刮出不同的刮痕 會有一個很像立體的一個圖形出現 那這邊是一個砲台 它底下有一個扣 那這是一個半透明的膜的一個板子 所以當我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有就是配合這個產生相對應的投影 用來控制的一個旋鈕 放在它附近的時候 機器目之間就會產生連線 去控制它大砲發射的速度 光影變化 不知道這算是藝術 但是就是 就好玩的互動的裝置 對對對 一開始創作的時候都是用橡皮筋當作動力 後來就把它做成遙控的模式 在開發的過程 其實遇到很多挫折 它又沒有什麼人可以去詢問它 慢慢的去網路上 一些自己的想法去把它創作出來 因為板灘還有一些機會 去認識一些不一樣的人 這個開發板是一個朋友 跟他在那個攤位閒聊的時候 聊出來的它的一個控制板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一個60瓦的PD充電器 可以用來充筆電 像這樣子把其他模組組合成一起 就可以調它的電壓、輸出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接你的實驗 這樣子一顆就可以代替很大顆的電 本身是學生 我香港人 因為就是我自己要用才設計這些東西 然後為了都不要讓它浪費掉 所以就把它開源出來 讓有需要的人都拿去自己做做看 其實我們是想要創業 然後就覺得音樂盒是一個很適合的題目 因為我的背景是電機 音樂盒的話都是沒有電嘛 都是機構 然後所以我想說 那我把我電機的專長跟音樂盒結合 然後就開始了這一段事情 然後就一步一步從開始做樣品 開始研發 然後做群眾募資 然後到現在變成產品在上市這樣 這個模型火箭是一個很好引人入門 然後去學習更多學問的一個科學 然後裡面有電腦 所以它可以那個coding 然後看你有什麼樣的模組 然後你可以加在裡面 向量控制盆嘴 還是可以自己穩定 它就不需要唯一人這樣 我其實是塗目系的 不怕是因為看到SpaceX 我說要啟發 我才快要進來做火箭 就是興趣很重要我覺得 我就把創意跟想法都融入到我的作品裡面 像LED燈啊 或是赤膚馬拉開門 就是我現在認真所謂的上班族 對對對 這只是我的興趣而已 因為這裡是Maker 就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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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